凤梨多用途管理机 凤梨是台湾重要的热带水果之一 依据农委会统计 年报98年 全省种植面积 达1万1千多公顷 总产量约有45万余公顿 从栽培到收获过程 需要进行田间的整地作息 或种植前在西面铺设塑胶布 以防止杂草重生 以上两项作业 目前以机械化作业取代 其余如喷药、中根除草、湿肥 以至果实成熟后采收之运送等 仍以人工或伴自动方式作业 应缺乏适当的机械可以使用 不仅仅仅仅仅仅us在装监装 将凤梨一粒粒栽下后放入袋内 装满后再步行到田梗蟹料堆叠 或直接在原地进行分级装箱 此种以人工背负的搬运方式 不仅辛苦又耗工 也大幅影响工作效率 因此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高雄区农业改良厂 为解决果农所遭遇的困难 于95年即开始积极研究开发 适合于在凤梨园田间使用的管理机械 并于96年至97年期间 与古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产学合作计划 终于开发成功一部凤梨园多用途管理机 本机主要机体规格为长415公分 宽183公分 高237公分 总重243公斤 配备有21.5马力的柴油引擎作为动力源 主要功能包含喷药 中根除草 减施肥 及果实采收后搬运等三项 喷药时 以先行将放置在沉载台药液桶 加水及混合一定比例药液 搅拌均匀后 将沉载台后方可折叠式的喷杆扣环解开后 往左右两侧伸展 并视凤梨植株的高低 利用上下调整杆 将喷杆固定于适当的高度后 启动高压喷雾机 即可进行田间喷药作业 一次喷洒作业为六行 进行中根除草兼施肥作业前 应事先将肥料放入承载台上左右两个 各容量80公斤肥料桶内 开钩作业时间 钩梨即可将两侧凤梨土方 挖约5到8公分深钩 肥料经由螺旋输送器的推进 而流入肥料导管后掉落沟内 培土梨顺势将涂往两侧回拨 同时也将溪沟内的杂草去除 达到中根除草兼施肥目的 另外果实采收后搬运方式 是依靠跟随在机械后面 一到两人协助将成熟后凤梨 以人工采栽下来后 将果实由内往外放置 堆叠在承载台上 装满后管理机 从溪沟直接开置田梗蟹料堆叠 或直接开进分装厂 进行卸料与分级装箱作业 比起人工利用方形帆布袋背负作业 来得省功又省力 这部凤梨园多用途的田间作业机械 不论进行喷药 中根除草兼施肥或果实搬运作业时 均能发挥机械化的目标 日后推广对象 以产销班或种植面积达5到10公顷以上的 凤梨果能为主 也更能发挥机械化的作业效率 与使用成本